鼠鼠人2024年会遇到贵人吗?2024年需要注意什么?贵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贵人的出现会给鼠鼠人指点迷津,在关键时刻也能提供很多帮助和支持,所以贵人在一个人的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,那么的鼠鼠人在2024年会不会遇到贵人呢? 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地了解一下,出生于的鼠鼠人在2024年贵人运势不佳,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阶段遇到贵人的概率是非常低的,所以不要将希望寄托到别人的身上,与其想着指望别人不如努力提升自己,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,都要用心地去经营和对待。 鼠鼠人在2024年虽然命中没有贵人助力,但是整体运势情况表现得还算可以,会有一些好运和奇迹降临,只要好好把握,那么大多数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,整个人也会变得更加自信乐观。 所以对于鼠鼠人来说,没有贵人也不要太过于担心,只要保持努力的状态,依旧可以扭转命运的走向。 值得一提的是,鼠鼠人在2024年需要多留意一下工作方面的问题,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,在这个阶段面临的竞争特别激烈,身边也会有一些不怀好意的竞争对手出现。 这些人会给他们的事业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,甚至还会导致筹备已久的计划,无法顺利实施,很多事情不得不重新规划。 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,鼠鼠人一定要保持理智,在进行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和改革之前,要多咨询他人的意见,不能固执己见,否则会遭受更大的打击。 鼠鼠人在2024年要多留意一下,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,特别是与邻居相处的时候要表现得友善一点。 要知道远亲不如近邻,如果邻里关系糟糕的话,会涂增很多的烦恼,也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压抑和无奈。 另外,鼠鼠人一定要谨言慎行,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,讨论他人的隐私。 毕竟隔墙有耳,如果传到对方的耳朵当中,必然会陷入口舌之争当中,甚至还会遭到他人的打击和报复。 鼠鼠人在2024年情感状态表现得不是很好,已婚朋友矛盾增加,夫妻关系特别紧张。 鼠鼠人本身爱面子,自尊心强,在婚恋关系当中从来不懂得低头和迁就对方,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。 所以,鼠鼠人要尝试着做出改变,特别是鼠鼠的男性朋友,加强家庭责任感,对妻子多一些包容和理解,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纷争,也能让婚姻关系更加甜蜜幸福。 另外单身的朋友,在这个阶段脱单的机会是比较多的,不过身边也会有烂桃花干扰,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,一定要保持清醒,切记不能恋爱脑,否则很容易受到情感上的打击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河南白马寺门上贴着一副对联,天域虽大,不润无根之草,佛法虽宽,只度有缘之人。 天域下的再大,所滋润的生物再多。 如果这棵草没有根部,那它也只能被冲毁。 佛法虽然广阔无边,但终究只会度化有缘的人。 所见所欲,皆是见识。 所得所获,皆是缘分。 一个缘字,便写尽了我们的一生。 有道是缘起风来天地涌,朝落人间世事空。 一切缘分,皆是命中注定。 特别在人到了四十岁之后,我们会慢慢地发现,缘分这种东西,该它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,它永远都不会缺席。 而不该它到来的时候,不管我们怎么恳求,都无济于事。 说得直白一点,上天想要度你的时候,你就像小船一般,快速地达到心之彼岸。 上天不想度你的时候,不论你怎么挣扎,也没有太多的作用。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,在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十年,上天会给你这几个提示,度了无数人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发现成败不过如此。 杨慎在《临江仙》中写道,是非成败转头空。 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 这世间的是是非非,成败得失,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 远处的青山依旧挺立,千年不变的夕阳还挂在天边。 其实,变得,只是我们自己罢了。 成败,得失,又算得了什么呢? 中年之前,我们会为了所谓的功名利禄而拼死拼活,完全没有想过这所谓的功名利禄到底有什么意义。 我们只是觉得,有钱有势,才是普通人该有的追求。 中年之后,我们会逐渐看透,无论是有钱人也好,还是有权人也罢,最终都会有离开的那一天。 既然如此,人世间的成败不过是人生的点缀而已。 人,没必要整日为了成败得失而忧愁,更没必要为了一时的不幸而伤感。 四时而不惑,五时而知天命。 一切的不惑以及天命都归于这四个字,那就是顺其自然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逐渐不争。 林语堂在《风声鹤唳》中写道,不争,乃大争。 不争,则天下人与之不争。 争,是一种能力,而不争,则是一种智慧。 有太多的人,在人世的名利场当中争个头破血流,到头来也不知道得到了什么。 况且,一个人争得太多,不仅会惹来别人的针对,甚至会受到别人的排挤,本就是自讨苦吃的事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需要去争,就像刚到森林的猛虎一般,总想着虎啸山林成就一番大事业。 如此,多碰壁也算是人生的历练了。 中年的时候,我们就不会去争的,反而像水一样慢慢地流动,从不着急,从不暴躁,反而多了长久的耐心。 因为我们知道,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争不来的。 属于你的一切,永远都会来到你的身边。 而不属于你的一切,哪怕你在强求,也不过是一无所得罢了,又何必有太多的执念呢? 45岁之后,你会接受自己的命运。 周国平曾说,人生有三次成长,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, 二是发现在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,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。 记得以往的自己,总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,所有的人都需要围着自己转。 后来,才慢慢地明白,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 虽然说我们有所失望,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殊不知,无能为力才是常态。 人只有经历过了不是世界的中心以及无能为力这两件事的自己, 才会慢慢地明白,接受平凡的命运也是一种勇气。 懦弱的人永远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命运,还是沉溺于幻境当中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欺欺人,可在自欺欺人也无法改变现实。 所以说,接受自己的命运,那是所有人知天命的体现,更是上天赋予我们的魔力。 四十五岁之后,你会活在当下。 疯子凯先生说过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。 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。 如此,安好。 无愧于天,无愧于地。 无作于人,无惧于鬼。 这样,人生。 人,不能让心意紊乱,不能被情所困,也不必畏惧将来,更不要一直沉沦于过往。 一切的一切,都是没有价值的。 最有价值的,其实就是当下。 当下,就是过往以及未来的交织点。 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往,也无法预知未来,那我们就只能在当下,默默地努力,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分。 尤其是到了中年的人们,明知道勉强会痛苦,明知道有些事儿完不成,那我们为什么不放过自己,成为当下的普通人呢? 放过,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 一念放过,万水千山。 一念执着,沧海桑田。 借用这么一首诗,轻拾几番春梦,黄泉多少奇才。 不需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。 一切,仅此而已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